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今天晚上跟大家做,今天是6月26日凌晨 我们讲回6月25日的新闻,就是昨天的新闻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小额,支持本人 我相当感激 另外希望看完广告,comment, like, share 以及利用super fancy function赞助货金给本人 我们希望尽力能够帮到未来协会事务的发展 今天讲什么呢?47人案 今天去到求情阶段,大家很清楚 各个媒体,只要不是亲共那些 基本上海外离散的媒体和很多法庭的记者 今天都基本上出现三个大字 大、耀、庭 Benny 是跟我数有交情和认识 可以有很多故事跟大家讲 有些不方便在这个时机讲 但我可以这样讲 他是一位我相当尊敬的教授 他有很多imagination 很多dreams 而他有很多dreams 很多时候他以为个个都看不错 他不会come true 就come true给你看 但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他预计到自己会判很长的监 他会不会很早获得释放呢? 似乎机会不大 因为我很希望他尽快落得释放 但我觉得那个机会不大 是港共政权 中共政权对他的打压 他是第一被告 在整个四十七人案里面 我相信是判刑最重的 那怎么也好 无论多少预测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我知道 他是读信基督宗教 而对神是有所期盼和寄托 这一点是最重要 一个人生命不在乎他的长度 是在乎他的深度 深度不是代表你每日要吃香喝辣 这种人的深度 而是说你奉行真善美性价值的深度 Benny 是我心里面深深尊敬的人物 有很多很多原因 但我只是说 无限感祝福 也都默默每晚都为他祈祷 47名民主派人士 涉及组织及参与2020年 立法会35家初选案 被控专谋颠覆国家证言罪 31人认罪 另外16人否认控罪 刘伟聪和李悦信 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其余14人追成 当然李悦信已经无罪确定 刘伟聪现在被律政司上诉当中 首批被告 在6月25日即昨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站队高等法院求情 包括五名被指为组织者的戴耀廷、欧乐均、赵家言、钟錦麟和吴正亨 尤其是欧乐均、赵家言、钟錦麟做了控方的证人 俗称的污点证人 其中戴耀廷在2021年2月底被起诉后一直被还压 数一数日子三年开案 三年四个月 三年四个月是什么的数目?四十个月 他在同年认罪的2021年早已认罪之后 没有盗庭旁听不认罪被告历时预百日的审讯 全部没有出席的 他认罪也不想出席 他有权出席 他不想出席 他也没有这样的意愿想出席 于是是由2022年9月 看到他出席过案件管理聆讯之后 案件管理聆讯之后 案件管理聆讯之后 21个月以来第一次再公开露面 事隔接近两年 一年九个月了 终于再见回Benny 戴耀廷昨天由资深大律师王继明代表 欧乐轎和钟锦铃大律师陈慕言代表 赵家言由大律师利心代表 吴正香由大律师石书铭代表 控方由副刑事检控专员曼德豪、周天行 和助理刑事检控专员罗天伟代表 曼德豪、周天行、罗天伟等着 保住你们未来会被黑进在历史肆育博物馆里面 五名组织者开庭前陆续进入犯人栏 也由十名的拯救人员压解看守 五人被分为左、中、右三批 其中吴正香独自坐在左边 戴耀廷坐在中间 三名控方重返证人 欧乐宪、赵家言和钟金伦坐在最右侧各占一行 每名被告都有二至三名、两至三名的 懲教人员看守 将会下个月踏入六十岁、六十大寿的戴耀廷 昨天新穿黑色西装外套、白色围衣上庭 头发灰白、神情轻松自弱 对家属席的太太频频微笑点头 太太亦不时揮手回应 欧乐宪穿上蓝衬衫 不时探头望向公众席 赵家言念赢瘦衬衫 穿运动外套、对亲友微笑 吴正香穿黑色西装 隔着玻璃、打手势 和亲友沟通 坐在最角落的钟金伦穿黑色西装 但因为位置限制 大部分时间和公众席的视线都被遮挡 在现场当中 正庭里面有不少排头位旁定的 都是慰见戴耀廷一面 王浩铭和专子两个都有到正庭旁定 戴耀廷的妻子在上午小休之后才进入法庭 上午散庭之后戴耀廷面带笑容 和旁定席的公众揮手示意 吴正香也有笑柱和亲友点头 至于在延伸庭内 有七名还押被告是旁定的 他们在被告栏中分为两排 前排有余慧明、吴敏仪、袁家蔚和何桂南 后排就是周嘉诚、刘永康和谭海波 吴敏仪、袁家蔚和何桂南 并排齐坐 但余慧明就被两名保安商隔着 余慧明现时束缺短发 袁家蔚是束平音 头发刚好及肩 戴着圆框的黑眼镜 身穿白色外套 吴敏仪、Caro的马尾扎起 之后长发及胸 何桂南促起马尾 至于周嘉诚、刘永康和谭海邦 就并排齐坐 刘永康明显销售 有旁听人士即言,守了很多 至于周嘉诚面带笑容 身着卡奇色衬衣 谭海邦就是肤色休克,穿着衣衫 众人精神良好 刘永康的女友Emilia 周嘉诚的女友 以及何桂南的母亲都有现身在延伸亭 山长氏、于慧明、袁家蔚和周嘉诚 都要与公众籍挥挥手 而周嘉诚也一度搏动手上的指线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文 首要份子或罪行重大的被告 判处无期徒刑或最少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是最严重的 首要份子 罪行重大 这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里面 是不是刑法里面 经常说这些做法 其实这些做法就是 一个犯罪之后分不同刑事的等级 我想是一种苏联式刑法的特征 之后被中国抄回来 放诸世界各地 不会这样的规定 这个不是台湾刑法的规定方式 不是日本、韩国 甚至德国、法国 那些欧陆法国家的规定形式 更加不可能 是英美法的规定形式 即是首要份子 罪行重大 什么积极参加 其他参加 分这三党是苏联刑法抄回来的 亦是共产主义的说法 因为什么首要、什么重大、什么积极、什么其他 完全是不确定概念 总之任他怎么定 换言之 讲到尾 由无期徒刑 到判几个月监 这个这么大幅度的事 完全是在于法官怎么判 即是将权力牢牢捉在手上 然后用三个标签 讲到好像科学判案那样 实际上是完全是标签来的 完全没有确定的法律概念在里面 这个就是现在香港国安法只要抽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中国刑法的规定方式 淡身执入香港国安法 结果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着那帮大傻假发 那帮垃圾法官 国安、国家安全制定法官 就是研究什么首要 什么重大 什么积极 什么其他 这个就是现在香港 现在的研究 其实是什么研究 遵行党的命令 去做应该做的事 整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文 分三个党次 第一个就是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被告 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积极参加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其他参加三年以下 法官李运腾就问到 控方对判刑的立场 关注即使各被告基于同一串谋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被定罪 是不是可以分为不同的刑期等级 或控方抗刑 这个根本上是一场换笑 基本上已经有个结论 叫控方 endorse 两个根本上打同通 李运腾另外关注 辩方又陈迟说首要分子 因为计划在立法会投票 否决 财政预算案的民主派议员 而不是35家计划的组织者 问控方对这件事有什么立场 意思就是说 官就不敢直接在地方搏斥辩方的说法 就射那个发言权被控方 由控方say no 意思就是说 首要分子包括 并不是指示的民主派议员 包括了35家计划的组织者 要控方讲出这件事出来 控方当然是照版主管 他就反驳有关说法是有为上理 即是反驳辩方的说法有为上理 因为组织者是罪行此作俑者和幕后主谋 即然没有他们的参与 不会有串谋计划 因此必然属于首要分子 控方由以买空杀人为例 即使买空者没有亲身下手 仍然是首要分子 没有主谋就不会有刺杀 有关首要分子的定义 控方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解释首要分子是在犯罪集团中 在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这个那么似 这个所有的香港国安法 这个规定 甚至你看回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23条本来立法 甚至台湾 最近中国共产党两高三角颁布的台独22条意见 都是讲组织策划指挥 这个就是共产党要入力的方式 法官卸这个发言权被控方 控方说我要写到判决书里 OK 法官陈庆会就关注 控方会指清哪些被告属于首要分子 或是罪行重大积极参与者和其他参与者 说控方无需即时回答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令我想起比拉多 如果看圣经的故事都知道 自己将这件事射给控方 你帮我排了 哎 你控方你告诉我 哪些是首要分子 罪行重大 哪些是积极参与 哪些是其他参与 全部三档次的人 你帮我排一次 其实这件事就是你法官自己判断的 控方的事就是说他不是要确定 他要入到你入罪而已 怎样判刑是你的事 那这个控方可以这样去判断这些事呢 控方明然有难度的 说明是有难度 变相将控方置于困难的处境 怎样困难呢 因为历史耻辱博物馆就是为了你离开的 法官就将这个图刀的责任射给控方 控方就说你便搞到我难做了 是吧 法官大人 看一下 两个都知道多么阴质 多么受全人物的耻辱 但不要紧要的 我们会记住这帮名称 是吧 法官的名称我们会记住 控方的曼德豪、周天行和罗天韦我们都记住 You will pay 所有人你以为这样的社祸 我不会对你仁慈的 这帮人 陈兄伟继续质疑 控方必定不可能接受难 法庭判处戴耀廷属于第三级 即是其他参加者 即是三年以下有其同用 如果我判第一被告D1 戴耀廷是第三级 我确定你必定即时上诉 If I sentence D1 in category 3 I am sure you will file and appeal right away 接着那一幕精彩了 戴耀廷这个时候 听到之后不禁大笑 微微倾向前面 后方的拯救人员马上轻拍他的肩膀提醒 即是你不要笑笑什么笑什么笑 但戴耀廷真的忍不住笑 你们这个根本上就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审判 Cangaroo Court Cangaroo Court Sham Trial 整班人在做场烂戏 你们全部都是演员 演员都是专业道德的 由爱而爱 由爱而内的 是吧 演员都要有 基本的专业语道德 什么叫 If I sentence D1 in category 3 I am sure you will file and appeal right away 你两个扯来扯去 控方又不把人摆在哪一格 法官又想推给控方 你不觉得这班人很可笑吗 你们晚上睡不睡得着呢 未来光复之后 这班法官检控官我跟你说 他起诉过的人被定罪判的刑全部类加起来 分歧执行就是这些所有人的情况 基本上是无期徒刑 基本上是无期徒刑 他害人不淺 害人不淺 跟着 说完这些话 戴耀廷就大笑 大家永远叫他笑声 笑声笑声满在温馨 我们心里面是感动 大热天蛇三十几度 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 我可以开着冷气做节目 但他们呢 你可以开着冷气看这个节目 但他们呢 希望大家 做人最要有良知 是吧 控方休庭之后表示 因应各被告所属的层级 法官可判处的刑罚 属于不同的判刑光谱 三个层级有相应考虑 对于首要分子 他不敢说哪个打哪个 他只是说标准 叫法官自己想 对于首要分子 罪行重大的那些 法庭可以考虑 有没有参与组织策划指挥 有没有推动或者促成谋划 其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等 这些就是十年以上 无期徒刑之间 第二个班 积极参与者 就是三年至十年那些 可以考虑他参与谋划的积极程度 而不属于这两个的 就全部数入其他参加者 控方最后按照女婿余案 建议量刑步骤 说法庭裁定层级之后 会决定量刑起点 然后考虑加刑或减刑的因素 最后考虑被告是否符合 国安法第33条任何一项减刑理由 如果符合就可以作减刑 什么叫减刑呢 即是放生的三个人 欧乐迁、赵嘉然、钟錦麟 尤其我对欧乐迁和赵嘉然 是多有批评 一年之前他们都说过 我不重复这些事情 可以拿回我以前的片段来说 根据国安法第33条 符合三种情况 可以被判处重庆处罚 重庆处罚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禁止里面 即是有三个类型 譬如说三年至十年 重庆处罚就是尽量在三左右的地方 三以上左右的地方 就不调出这个禁止里面重庆 减刑处罚就低过三年 国安法第33条 抄抄中国刑法的条款 犯罪较轻的甚至可以免除处罚 换言之判你有罪 但是免罚 就是三个情况 再记得再说一次 这帮人重庆就是在禁止里面 拿一个比较低的标准 多一点进去 就是在那个地方定刑 减刑处罚就是在禁止以外 再低一点的地方定刑 定刑处罚 免除处罚就是零 即是可以放了 OK 即是有罪而免刑的处罚 这种情况很多欧陆法国家都有 包括台湾都有 OK 那这边三种情况 一在犯罪过程中 自动放弃犯罪 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这个叫犯罪中止 中间的中 停止的止 第二就是自动投案 如实公实自己的罪行 简单来说自守 第三种就是 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查证属实或提供重要线索 得以征破其他案件 这叫什么 立功 简单来 督人灰 立功 终止 自守 立功 那你想想 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立功 这三个人同事是什么 督人背脊 立功 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什么 重轻 减轻 或变除 究竟什么情况 现在未揭纵 迟些很快就会知道 控方说揭发他人犯罪行 揭发是一般性的字眼 同样適用于出庭作供 而三名重返证人 欧乐轩、趙嘉然和钟感伦 都有协助控方 满足第三项条件 因此能够获得减刑 法官陈庆偉文言之后追问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控方再确认 三人都应获得减刑 那陈庆偉这么问 你记住三个法官明白 陈庆偉、李运腾、陈仲恒 陈庆偉这么问 是不是等于说 他在否定这三人 立功的情况 可能没有重轻、减轻和免除 我不知道 但似乎他不是这样 这是一场戏 是什么问题 控方说 Are you sure? 事实真是这又是吗? 用英文翻译 Are you sure? 然后控方说 Yes 所以控方不想把这三个人 判得太重了 那控方证人 重返证人 应该比较容易处理 我估计的确这三个人会很快 会被判处比较轻的刑罚才会很快放 但一生抬不起头做人 忠感轮过算 但这一世人不要再称自己为民主派 欧乐坚、赵家言当然不能再称自己为民主派 更加一世无论去到天脚底抬不起头做人 为什么我以前说过我不想再重复 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 欧乐坚,为什么当日你从日本回来 承受不了你就不要回来 为什么 这件事很奇怪 非常奇怪 另外我们看回有关的报道 都看到 一位叫G小姐化名 我们讲一些旁听的人 昨天早上在法庭外阅读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其实我都有这本书 毛泽东之后中国是冯客写的 很好看的这本书 讲历史的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不买 我不知道香港买到 否则他都带不了进去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因为冯客 香港大学的一位 成熟的人应该能够理解 他说自己并非戴耀廷的家人 或者第一线的朋友 过去几年也难见到戴耀廷一面 加上未知对方哪个时候可以出回来 因此昨天早上5点左右到法院排队 加住将军澳的陈小姐 就在昨天早上7点半到大法院 他感到戴耀廷为香港人付出良多 加上案件判刑可以达到10年 去到终身监禁 为表支持 大概一年多前 开始和丈夫去信新陷05的戴耀廷 至今共寄出四封信 戴耀廷也有回信 陈小姐应用戴耀廷每次回信 都令到他印象深刻 如从戴耀廷最新的信件 感受到对方生命力很强 虽然肉体被困住 但心灵没有被受困 应用戴耀廷相当坚强 坦然自己由书信往来中有所成长 而昨天到场旁听 陈小姐坦然 戴耀廷未必知道陈小姐的存在 也都未必可以认出他 但希望可以亲身出席 令他感受到有这么多人支持他 这个就是我看到 陈小姐的一种无私的精神 这个是对上帝对神交代的精神 而不是对任何人交代的精神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种信念 我们要希望 你看到这种受苦难共同体 追车的 写信的 探监的 旁听的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所以香港人仍然有很多 心不死的人 仍然是会做日常生活的不合作和反抗 这些是我们很期待的 这种东西不算是反抗 也不算是不合作 即是做一个人会做的事 而需要好早起床的 去做这种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是很值得我们感叹 我都深深知道 在台湾的占宗三子的另外二子 都是为他祈祷与祝福 我深深知道 很多认识大跃亭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大爱无疆的人 你可以说交来形容他 但我又之中和大家说一点 我是相当敬佩他 我记得当年 我是知道他做这些计划的时候 可能和其他人之间有些意见不一致 我更加做和事佬很喜欢 两边一起四四六六拆掉他 戴耀廷就有答应 我们在港大法律学院附近的图书馆 大家和一些人士拆掉一些东西 而我认为戴耀廷是真真正正落地的 他不是口说这么简单 他真是落区 区区风云 2019年11月的风云计划 或者说达成区议会 泛民及本土派 拿到绝大多数议席 其实超过八成半 议席这个情况 我其实很多谢戴耀廷 田白区 他希望其他人 能够负责红区 即是已经有民主派或本土派出选 白区田满白区 而结果用田满白区 导致452个选区里面八成半以上都能够由民主派或半岛派当选 你说不多谢戴耀廷可以多谢谁呢 而这件事是否激怯共产党 是激得很惊怯 也都因为这件事急转直下 有没有后悔过 没有后悔过 因为这件事就显示到香港人不屈的精神 不屈的精神不是一百万人二百万人 是将将的选票 令到透过民主制度 说给全世界知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 单议席单票在452的选区 绝大部分八成本以胜的议席 都是民主派和本土派选出 而这件事是戴耀廷促进这件事 所以共产党对戴耀廷恨之入骨 恨这件事 但告不到他 为什么 你说不到任何他的违法根据 当然 砌你生猪肉多容易 于是用他 在2020年7月之后 继续搞这场初选 来用串谋 普通法结合国安法 将所有人掃杀入局 灭绝所有的民主派和本土派 但灭绝不了 你灭绝不了 You cannot kill us all 而戴耀廷做的事相当令人感辈 顶峰作案 依然坚持要做这个初选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对的 这个并不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 并不是什么武力 或者威胁用武力的手段 而是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完全按照基本法有关的机制 去做一个选举活动 但被曲解为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这件事 欲家之罪何患无耻呢 而他欲中的他继续读信基督 我想他已经成为了神学家 一个叫黎史英 一个叫戴耀廷 两个成为了神学的专家 他也看回日本 学日文 不断精进自己的知识 其实他有没有这样的生命 可以在余生里面 出来来 不知道 但是做到老 活到老 学到老 这种学习 不是为了自己赚多少分钱 可能学好日文 直接看日文书 会更加容易 吸收到更多的知识 增强到自己的脑筋 而你说你脑筋增强了之后 是不是代表你能够用得到呢 不知道的 Who knows Only God knows 而这个就是对神信靠的东西 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对神的认爱 对神的信靠 而且有信念 希望 坚持 勇敢 去度过每一个每一日 艰不艰苦 当然艰苦 这么热 为什么不艰苦 你试一下不开冷气 如果你在香港或台湾 看看你现在艰不艰苦 整身大汗 我刚刚 晚上在新足教研书 刚刚回来了 整身大汗 可以怎么样 洗凉 但你说 戴耀廷 可不可以整天洗凉 淋完水之后 一分钟都不用 又飙过汗 没有冷气 风扇 食物 一般 饿你不亲 饱你不倒 我希望大教授 身体健康 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 我想在他判监之后 我会好好透过一定的方式 去跟一些判决确定的人 去联系 判决确定前 我身在海外 真的写什么 都会对他有不利影响 在我这么说 很多海外的人 依然都为大教授 奔首呼吸 我记得以前 每一幕 我在这100电台 和他主持的一种感觉 我记得每一幕 在外面的活动 无论是港大的图书馆 港大的餐厅 或者是去到现场 一起去游行 也或是在塔冷通 居办一些 读书会 或者一些演讲 也或 戴耀廷出席一些电影的发布活动 每一刻 我和Benny 都会和他有讨论 他未必每件事都同意我 因为我做人 可能是律师性格 很实际的 即是他说话 就不希望说一些 曲高祸寡 或者一些很理想化的东西 但Benny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我可能和他之间有些地方 未必意见相通单 戴耀廷依然跟我讨论 依然跟我讨论 他不会说 我一定会看实你的 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而是真的和你理性讨论 这一个就是我尊重的大教授 不会像有些人这样 是不是 你六十几岁人 出来下压那些 不会用这个态度和人讲话 原来你这么惨啊 我也是知道啊 我不是这样的态度和人讲话吗 文匹一体对 但我认识的Benny就是这样 谦卑 不会动气 因为他心里面有上帝 心里面有神 这种温和 这种大爱 是他潜藏在里面的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是信仰的力量 而我想他神学方面是很好的 已经去到一种 看不同语文的阶段 尤其是日文的阶段 日文诗歌的阶段 日文的排句的阶段 甚至日本的文学的阶段 历史的阶段 文史节的阶段 这件事我觉得是相当很难得的 等这个案件过一段落之后 我们再看看如何施予援手 但在香港各位 如果你不像我那么敏感的话 希望大家探监追车写信 和旁停 旁停 旁停是很重要的 希望对于这帮人予以支持 好了 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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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